针对务卿团长阿克马因发表不敬言论 收到郭肃庆律师信一事 一党宣传主任阿莫·法德里声援阿克马 并强调捍卫我国的清真制度更为重要 阿莫·法德里在社交媒体撰文表示 尽管不完全认同阿克马的言辞 但认为保护清真制度是国家的骄傲 而非耻辱 阿克马应该坚定面对挑战 不要退缩 这件事不仅是个人言论问题 而是关系到国家的清真制度 这更应受到优先保护 此外 阿莫·法德里嘲讽行动党 从上到下全力支持郭肃庆 展现了他们在政府内部的强大影响力 行动党势力庞大 根本没人敢与他们对抗 你还想做什么呢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昨日批评团结政府的 马来穆斯林领袖软弱 导致非穆斯林得寸进尺 对此 首相安华以反逢语气 做出简短回应 只有哈迪最强 安华是昨日 在双西美拉干的肝榜 迪沙伯特拉清真寺 进行周五祈祷后 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 没关系 对于他哈迪而言 只有他一人最强 此外 一党元老哈辛亚新 目前声称该党并未阻止 非穆斯林吃猪肉 行动党全国中委李政贤 对此质疑哈辛亚新 此类言论旨在偷换概念 意在暗示 非穆斯林的基本生活方式 是靠一党的恩赐 他指出 我国宪法明确保障 各族人民的基本权益 非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不应被视为任何政党的施舍 他进一步批评哈辛亚新的言论 认为其隐含的意思是 如果非穆斯林不听话 这些基本权利可能会被收回 这严重侵犯了非穆斯林的权益 哈辛亚新提到 非穆斯林可以吃猪肉 但不能在公开场合食用 难道非穆斯林 在餐馆里喝酒吃猪肉 还需要得到一党的批准吗 李政贤也为郭素庆辩护 强调郭素庆 只是履行国会议员的责任 表达公众对强制清真认证的合理疑虑 并未干涉穆斯林事务 他批评一党领袖无视事实 为政治利益制造矛盾 破坏国家的和谐共存 他呼吁 政治领袖应肩负维护国家团结的责任 而非通过煽动分歧 来谋取短期利益 李政贤重申 非穆斯林的权益与尊严 必须受到尊重 所有人都应在宪法框架下自由生活 行动党将继续捍卫 多元社会的和谐与共存 拒绝任何形式的 极端主义和分裂手段 一党领袖必须停止 利用宗教课题制造分裂 我们的国家需要的是团结与和解 而不是无休止的对抗 一党长老会一致通过三项提案 其中包括国盟四周分阶段对十四 实施清真认证的提案 并计划逐步在地方政府层面实施 这项提案在无需辩论的情况下 获得通过国盟执政的四周署 SG四讲率先实行 长老会指出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 负责发出清真认证 通过严格审核确保符合标准 各州的宗教事务局 将负责执行和加强清真认证的申请 尤其是在大型餐厅 食品公司 酒店餐厅 连锁餐厅 大型超市餐厅 面包店 蛋糕店及土宰中心等 十四类别强制推行 长老会提到 尽管部分非穆斯林政治人物 质疑强制清真认证 可能加重商家负担 并令国家蒙羞 但这项政策在国盟州属实施后 将成为其他州的榜样 展示清真认证 不会为商家带来困扰 伊党通过了另外两项提案 包括加强伊斯兰法地位 巩固伊斯兰法庭的作用 以及支持巴勒斯坦重建工作 特别是为加沙的重建做准备 另一方面 伊党计划修订党章 允许非穆斯林 以直属党员身份加入伊党 伊党宗教师协商理事会 哈欣雅欣表示 该提案将于今日成交大会 讨论和表决 目前 伊党普通党员资格 仅限穆斯林 非穆斯林支持者 可通过伊斯兰党支持者 大会堂DHPP 参与党务 此次修党章将调整这一部分 哈欣雅欣希望伊党宗教师 在团结方面 为其他党员树立榜样 并在党内继续推动团结与和谐 前首相敦马哈迪指出 大马人民正生活在恐惧的氛围里 并害怕遭到政府打压 他在社交媒体发表帖文 强调如果不支持政府 可能会被归类为反对者 进而失去应有的待遇和特权 他表示 即使是没有犯错的人 也无法保证免于政府的惩罚 许多人担心自己的言论或行为 被政府诠释为仇恨言论 种族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 最终面临法律制裁 马哈迪声称 一些人甚至被告知 他们在这个国家没有立足之地 他指出 参与某些会议或活动 可能导致商业利益受损 收入减少甚至影响申请的批准 公务员如果让政府不悦 可能面临升迁受阻 调职或被边缘化 甚至有被警方传招或扣留的风险 马哈迪强调 公务员即便被要求做违法 或压迫人民的事情 也不得不服从 此外 马哈迪批评 警方的调查常常带有政治偏见 反对党党员或第十任首相 拿督斯里安华的反对者 往往成为调查的对象 即便他们并未做错事 他进一步表示 政府如今要求人民提交 长达数十年的财务记录和文件 来证明收入来源 为者可能面临监禁或罚款 他特别提及 尽管没有直接点名反贪会 但提到有人被要求提供 自1981年以来的财产证明文件 马哈迪质疑 即便在没有被提控的情况下 有关人士仍可被扣押长达两年 而普通案件的扣留期仅为两周 行动党国会领袖 监防乌及地方政府部长 尼克明表示 行动党将在柔佛州马哥 打州一席补选中 全面支持团结政府候选人 以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 和社会和谐 尼克明指出 尽管近期行动党 巫统和诚信党部分领袖之间 出现一些纷争 但行动党将以国家利益为重 确保政治稳定 这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他强调 针对一些有党领袖的争议 交由各党领导层处理 他在出席安顺医院 新停车场开幕仪式时 告诉记者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将出席今天的马哥 达补选提名活动 为团结政府候选人助阵 展现团结政府有党的紧密合作 他进一步指出 马来西亚被誉为亚洲升起之星 吸引了大量外资 外国直接投资 和今年7月的出口数据显著增长 同时 失业率也下降至3.3% 他强调 这些正面的经济发展 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来维持 对 这些人也在帮助 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